这是一起就连警方都差点被成功蒙骗过去的诡异杀人案 这天五个胆大的年轻人听说一家新建的商场闹鬼 沉迷与探险的他们刻意来到这里玩起了招魂仪式 他们听说这个商场下面原来是个坟场 而且之前这里还有几个女孩跳楼 五个年轻人不信息 他们分别按照五芒星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楼层 然而就在他们认为闹鬼只是谣言的时候 突然五楼的女孩一声尖叫 然后砰的一声直接摔死在了地上 其他同伴过来一看彻底吓坏了 他们以为真的召唤出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杀死了女孩 警方本以为这是一起年轻人作死搞出的意外事故 但直到一周之后 一名名叫小琪的实行女记者在报道此事时发现了不对劲 她从参与招魂的其中一名男孩口中意外得知 那晚她所占的位置 恰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五楼那个坠楼的女孩 当时她就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那个坠楼女孩的身高只有不到一米六 可那晚她看上去却比商场的围栏高出很大一节 整个给人一种在上面飘着的感觉 所以她认为 那个女孩肯定是被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附身才跳下来的 记者小琪感觉女孩的死眉她说得那么玄乎 为了报道出真相尽快转正 她在警局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现场 几人对女孩坠楼的位置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勘察 但这里空荡荡的并无任何发现 而且以坠楼女孩的身高来看 她当时是不可能像那个男孩说的那样高出很多的 难不成女孩真的是被附身后主动跳下去的吗 就在几人带着疑惑准备离开时 刚好警局的行政顾问阿燕路过此地 她在听到小琪分享的信息后 突然她留意到不远处的地板上有一道擦痕 阿燕见状好像想到了什么 她带着几人来到一旁 顾客用来临时休息的凳子旁边 然后把中间的小茶几直接翻了过来 结果果然和她猜想的一样 这个茶几的底部不但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协议 众人来到楼下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案发那天晚上 是有人提前到达了商场 并把茶几拖到了五楼的围栏旁边 接着等死者站上去直接将其先翻了下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行凶者必然是很清楚那晚整个招魂仪式流程的人 为了找出真相 小琪二人准备再次找那个参加招魂的男孩了解情况 他们一过来就看到了门口挂着的八卦镜 在一番敲门和等待后 男孩的母亲打开了房门 而她一听小琪是名记者 直接大喊着她的儿子已经被商场的脏东西给吓得生了病 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给赶了出去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很快联系上了那晚另外两个参加仪式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男孩告诉他们 其实他们五个参与招魂的年轻人都是互不相识的 而那晚他们之所以相约到了商场 是因为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招魂的帖子 他们都不信这个邪 所以才准备验证那个仪式并打破商场闹鬼的谣言 小琪听后询问她有几个人知道仪式细节的事情 男孩仔细回想了一下 称除了当时他们五个人之外 清楚每个人站位的就只剩下那个发帖的楼主 而他们五个人也都是根据此人提供的流程去招魂的 很快 小琪让警局的朋友调查了那个发帖的楼主 结果令警方很意外 因为后台注册资料显示那个楼主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一个名叫何文的瑜伽机构的女老师 然而更奇怪的是 何文的合伙人称她在几天前突然就不辞而别出去旅行了 而且她的电话也一直关机打不通 男人说着还拿出一段她临走时留下的视频 何文在视频中提到了那个商场女孩坠楼的事情 而她从这件事看出美好的青春很短暂 所以临时决定放下手边的工作 然后利用大好的青春去体验外边的世界 而合伙人对何文这种说走就走的行为也很无奈 因为她的离开导致很多学员都退废了 小琪几人仔细打量了何文的办公室 她在沙发的旁边发现了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 里面有很多用来催吐的药片 何伙人葛亮健壮告诉他们 前段时间何文打算参加一个瑜伽比赛 所以就喝了一段时间的催吐药来管理身材 从何文的办公室出来后 原本对本案不感兴趣的阿燕察觉到了一丝奇怪 她刚刚翻看了何文桌子上的日历 每天清晰的日程表说明她是一个做事很有计划的人 而且上面的饮食备注也说明她平时吃得很健康 可这样一个自律的人怎么会突然扔下瑜伽馆的工作离开呢 更重要的是 阿燕认为像她这种一项讲究科学生活的瑜伽老师 又怎么会发布那种和招魂有关的帖子呢 因此她感觉这个何文的突然消失可能有问题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调查何文失踪前的通话记录时 其中有一名医院的档案管理员引起了阿燕的注意 因为在何文失踪的那天 这个名叫顾伟的男人曾多次与其有过通话 面对警方的调查和怀疑 顾伟称其实他只是何文瑜伽课的学员之一 而几天前他确实订了一节上门的私教课 不过何文在上完课之后就从他的家里离开了 阿燕二人怎么看都感觉此人不像是学瑜伽的样子 而且他又为何偏偏要订那种上门教学的课程呢 被怀疑的顾伟听后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 他只是称自己平时工作值班比较忙 所以只能选择在家里上课 从顾伟的办公室出来后 警员小梁认为此人很有问题 而他话音刚落 阿燕看着来往的医生和护士带胸卡的动作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带着小梁再次返回了顾伟的档案室 然后直接怀疑他的身份应该并不是简单的档案管理员 随后被揭穿的顾伟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家私人的妇科诊所 原来他的主要工作是这家诊所的妇科主任 阿燕拿起桌子上的胸牌告诉他 刚刚他在医院发现了一个戏剑 那就是其他医生的上衣口袋处都很平整 而唯独他的口袋边缘有些经常加取的痕迹 这就说明除了医院的胸牌外 他还经常佩戴另一种家世的胸卡 再加上他身为一个档案管理员身上竟然有麻醉剂的味道 所以阿燕大胆猜测 他应该还在别的地方坐着 被拆穿的顾伟刚想解释 一旁的小梁突然留意到了他桌子上的照片 而照片上他的妻子 竟然和消失的和文长得极为相似 顾伟眼看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 他只好无奈地讲出了自己故意接近和文的原因 他称在半年之前 他的妻子突然出车祸去世 而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于悲伤 所以手术失误被分配到了档案室 直到半个月前 他在瑜伽馆门口看到了和文的照片 他感觉对方与自己的妻子长得很像 所以才将齐约到家里怀念一下自己的妻子 不过说来也奇怪 和文在得知他在私立的妇科门诊坐诊后 竟然提出一个很怪异的请求 他称希望自己能帮他弄一份假的怀孕的B抄报告 虽然他不清楚和文这么要求的目的 但为了能从他身上找回一些妻子的感觉 所以就在一周前帮他弄了一份假的B抄单 可自从那次在这里见面以后 他就再也联系不上和文了 阿燕二人听后很疑惑 一个年轻未婚的女性又为何要一份假的怀孕报告呢 随后 警方又根据那篇招魂帖子发布的IP地址找到了一家网吧 他们查看了网吧的监控 发现帖子发布的时间内 有个包裹特别严实的男人 曾利用顾客出去买东西的件事 登陆了和文的论坛账号 阿燕看着这个男人的身形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从网吧出来 他在车上大概计算了一下这个男人的身高 参考网吧桌子的高度来看 此人的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左右 而这个身高所穿的鞋子恰好与商场茶几下面的脚印大小相符 看来那个坠楼的女孩和和文的失踪都可能与此人有关 一旁的小齐看着网吧男人的照片 出于女人的直觉 他隐约感觉此人与和文的那个合伙人葛亮身形很像 可如果此人真的与和文的消失有关的话 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而且他又为何策划杀害那个坠楼的女孩呢 阿燕一听立刻下车准备去试探一下那个葛亮 他直接来到瑜伽馆的地下停车场 然后以车坏了唯有打算搭个车回家 葛亮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很热情地让阿燕上了车子 回去的路上 阿燕试探地询问他是否知道和文怀孕的事情 葛亮听到这句话后表情明显出现了短暂的迟疑 不过很快他便调整了过来 并称他和和文只是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平时他们之间并不会分享家庭和感情的事情 阿燕看问不出什么便计划在前面的路口下车 有洁癖的他打算借点纸巾擦手 不料就在葛亮为他找纸的时候 阿燕突然留意到储物箱里有一盒用来催吐的药片 这让他想起和文办公室的那些一样的盒子 看来葛亮确实在隐瞒一些事情 晚上阿燕仔细调查了和文和葛亮的资料 可一番对比下来 始终还是找不到他们与那个坠楼女孩之间的关联 小齐仍然将自己转正的希望全寄托在了这份报道上面 不过有一点他很疑惑 如果和文的消失真的与葛亮有关 那他又为何要拍下那段告别的视频呢 而且从和文讲话时的神态来看 他是对自己的旅程很向往的 并不像是被人胁迫录下的视频 想不通的小气准备回家睡觉 可就在这时 阿燕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假如那段告别视频是和文之前录下来的呢 刚刚他在调查资料时 发现和文在半年前曾出国旅游过一次 而那段时间恰好那个商场也有一个女孩跳楼 而警方之所以认为那个告别视频是和文离开时主动录下来 是因为他在里面也提到了商场坠楼的女孩 可假如那个告别视频是和文半年前录好发给葛亮的 那这次的他为了能让警方相信和文是真的出去旅游了 前提是他这次出去前也有一个女孩在商场跳楼了 这样才能与和文半年前录的那段视频对应起来 正因如此 他才需要策划那次的招魂仪式来向警方佐证那段视频的真实性 如果真如阿燕猜测的那样的话 那葛亮必然会删除半年前的视频发送记录 然后利用和文的手机重新发送一次 而他这么做肯定会留下痕迹 很快 程队这边对葛亮的手机进行了检测和恢复 结果不但真的找回了半年前那次视频的发送记录 而且还发现他与和文早就背着他的妻子有了男女关系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葛亮车子的后备箱里 找到了和文的血迹和他的毛发 看来葛亮早就将其杀害并抛尸了 立即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